一個閣員 時間到了 大家盡快就坐 我直接開始 你們後面盡快就坐了 我每一次最高進去都會問一個問題 對我們的參眾議員來說 你雖然內閣你幫忙回答看看 誰人最大的 認為是人民最大的怎麼拿手 人民最大的 放下來了 怎麼開 怎麼辦 搞不清楚喔 你們今天你們的權利是誰人給你的 是人民投票給你的是嗎 是啊 是什麼人民最大的 那上面沒人是嗎 你們的想法很奇怪 而且人數又很多喔 來 你給大家看 群眾那一張給大家看 群眾 很多群眾那一張給大家看一下 這人民啦 你要聽什麼人的 這人人啦 六十萬人 你一手裡面有多少人 你要聽什麼人的 公共安委都親菜公公 不實在 你講話要老實 這六十萬人你要聽什麼人的聲 六十萬個人六十個聲音喔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們聽 你家裡如果有老婆老婆 聲音不一樣的時候 你怎麼就會做怪的 老婆告訴我 叫我可以出去玩 老婆說沒有啊 去老婆說 老婆說什麼 可以玩耶 一個家裡面兩個不同的權威 不同聲音的時候 你怎麼就起來了呢 人民六十萬以前 六十萬的聲音 你要聽什麼人的 你說人民最大 這都大的啊 誰人最大 我跟你說 這裡面什麼人最大 也不是議長啊 最壞的最大嗎 議員你是組裡面帶的嘛 但是誰人給你全力啊 你二十年不用算 給你做到你退休 說明天也不對啊 你明天也會受氣喔 你如果說 怎麼會呢 誰給你全力嘛 我們上面的誰人 那恢復是什麼身份 你想大家都上過課嘛 想那麼多 還有字面最大 我跟你說 為什麼會講這個聲音啊 我們過去 都由國民黨這堂騙起來 人民最大 六十萬人的聲音最大 我跟你說 最後都那個老婆最大 整個黨那最大 比如說這 一概理由 整個人 還壞 那裡也有一個利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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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麼多的利益團體 六十萬人 那裡有幾個利益團體 很多錢的都有 你要聽誰人的聲音 如果他們的利益 互相衝突一段 你要聽誰人的聲音 要說人民最大的 青菜公公 沒有實際上的操作 所以人家說你素人 素人是這樣 沒有實際上操作經驗的人 那你過去你的經驗是什麼 看保障嘛 看媒體嘛 你們是媒體人 你們是資源回收人的教育長大 所以你想說人民最大 那個青菜公公 那給你一個表面上的話 實際上是誰人最大 議員自己最大 為什麼 那麼多人想我聽誰 不想聽啊 過去聽我自己的聲音 那不是 我來決定誰的聲音最重要 誰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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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自己最大 那對 不對 不對 顯然有問題 我們參眾議員 誰人給你抓 你今天是怎麼當到這個位置的 有啦 我現在是說參眾議員啦 我上課就單方面 待會兒會有問題的時間 參眾議員 我們是閣員 我們來瞭解參眾議員是怎麼回事 待會兒會三個一起講 我們也會跟參眾議員互動啊 參眾議員要監督我們啊 我們上面有誰 如果做內閣的話 定管有總理嘛 是不是 而且我們說 我現在要慢慢講 如果是大家這麼多人舉手說 那我問你 如果突然有一個媒體問你說 你是內閣請問你問題一尊 如果說這是人民的聲音 你要怎麼回答 你是內閣 我是內閣 我比如說財政部的內閣 的閣員 你要怎麼回答 媒體直接問 你怎麼來抽水 要管 你今年的稅收 為什麼加了2% 你怎麼回答 你是內閣閣員啊 現在丟一個問題給你啊 媒體來訪問啊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什麼怎麼辦啊 直接嘛 媒體直接問你 你怎麼回答 我來講 用英文回答 I am not authoriz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我沒有被授權回答這個問題 我叫內閣 我上面有主人 你要知道你的上面是誰 你的下面是誰 你的旁邊是誰 你的左邊是誰 你的左邊是誰 你的 跟你同一個問題 你跟階層是什麼 你上面是誰 要聽上面的命令嘛 你怎麼可以代表一個內閣 出去回答 你是總理嗎 不是嘛 你是內閣成員嘛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誰 不要想說自己 搞不清楚狀況喔 人民最大你就害啊 我們這個內閣是在做什麼的 你不是議員 議會選出來的啊 那你人民最大 這句話輪不到你們來講 你們是閣員 閣員就要聽上面的命令 對不對 我跟你講一個輕鬆一點 魔鬼是怎麼變魔鬼的 魔鬼怎麼變魔鬼的 魔鬼本來是天使耶 天使長耶 天使長是 晚到的請盡快就坐 我這樣會打擾我上課 如果 魔鬼是怎麼變魔鬼 他本來是天使長 好的啊 心態不好 什麼樣的心態 怎麼你們都知道 魔鬼那是比我們 古很多 不是啦 我跟你說齁 他們叫做不守本位的天使 不守本分的天使 他的位子就是天使 天使長 但是他想要跟上帝一樣 他想當神 一樣嘛 他就是因為不守本分 所以墮落變成魔鬼 我們的內閣 你就要守你的本分 你今天被放在哪個position 哪個位置上 該說什麼話 做什麼事 跟誰負責 要執行什麼事情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由不得你慶祭 我剛才說記者給你問 你說這不是我的工作 我不能這樣回答 到議會被質詢的時候 也是啊 我主觀沒有講話 我怎麼 我回答什麼 你如果這個心態沒有 我跟你說齁 你換了位子 就要換腦袋 你們今天來這裡 就是要換腦袋 要不然大家都素人 現在裡面才做過議員 請就嘛 上面有一個人走 我說議員還不是國會議員 如果這個心態沒有調整 你沒有換你的腦袋 你怎麼去當你現在的位置 想說自己很大 我馬上回答記者問題 要害了 就出狀況了 會出問題 那你就被拿掉 不好意思 就會被拿掉 換位置 換一個適合的人 在你的位置上面 這就是這樣啊 這就很現實啊 這就是 內閣要做的事情 內閣是一個team 他們說有一個最大的 他決定政策下來 我們就去執行 這是內閣啊 內閣不需要跟人民互動啊 是你會收集他們資訊 可是你不是跟他負責啊 那負責對象是有啊 有一個統 統律 是有命令的上中下階層 分成負責 你把你的位置的東西做好 就好了 遵守命令執行出來 更何況我們現在還說 不是成為正式的議會啊 我們叫做sudo sudo就是暫時性的過渡時期 不要自己突然變得很大了 不是啊 我們上面 我們現在恢復被佔領狀態呢 被佔領狀態 不要突然覺得 喔已經成立一個國家了 你自己要做錢 沒有那麼厲害 喔 我們現在是守護台灣要怕什麼 正常化這條路 喔 OK 那你說你已經恢復大日本帝國 站臨底下嘛 喔 我們的身份先搞清楚 你村子才有辦法說 要不然大家都自由發揮 自由欣賞 親切講講就越說越害了 好 我們說到這個 我剛才說人民最大的時候 會發生很多很多的問題喔 什麼樣的問題 剛才說這個 所以我們要知道 所謂的人民最大這件事喔 過去我們去用洗腦 洗到冰這段的時候喔 我們講一個很實際這樣的問題 誰最喜歡操作這個東西 誰從這裡面得到好處 當初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人民最大 他說美國的影響很大 美國在世界各地推行 Democracy 民主這個東西 但是呢他的用意很好 他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要推這個 有理由的 但是推了之後 在世界各地都 結果都不一樣 你看到那 菲律賓推行民主的結果是這樣 伊拉克你看到 現在變成種族的戰爭 所以用意很好 但是結果apply在不同的社會的時候 沒有美國一樣的基礎的話 是建構不了所得民主的社會 所以我們重新來 慢慢來看這件事情 回到上一頁 所以他剛才我們的想法就是 從下而上 過期都從下而上 以為我們是要爭取多少人來支持 不是 現在這個權力來源從上而下 上面是誰 有誰可以回答 我們權力來源上面是誰 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 我們是在美國軍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你們自己可以成立嗎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今天今天成為這個 不是代理民選 大家從下而上的力量 這個要調整 但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那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只處理民事上的問題 叫做Civil government 就只處理民事的問題 軍事外交 那都是美國的問題 跟我們無關的 我們還沒有恢復到大日本帝國的進行 都是這個狀態 我們今天一來 只是先站出來 處理民事 就跟沖縄的形勢一樣 大日本帝國下的沖縄 先有一個民事政府 處理民間的事務 這樣啦 所以你也不要想煩惱 大家都素人 素人最好 為什麼素人最好 我告訴你 我過去在家畫畫 最怕就是教到那種 過期在外面學很多的人進來 就給你挑戰 說老師 我以前的老師不是這樣教的 我說過期是過期 你現在進大學 我給你教 下面是社會 我負責把你教到 能夠出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所以你現在從我的方式來 過期在高中 想辦法讓你進大學 現在大學出去就是社會 你過期就給我放棄掉 因為到以後不管用 一樣 我們過去在國民黨 在社會裡面 叫我們是素人 素人沒關係 你有經驗 你的經驗是在國民黨 這個虛構體系下的經驗 用來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不管用 所以素人最好 過去沒有污染到的最好 重新建構 根據美國跟日本 設定好的system來走就好了 不要自己去create too much 製造太多想像空間 沒有必要 這是一個 然後慢慢走 這就是我們剛才定義 還有說民主好不好 我跟你說 應該有一個童心 說 許老師你敢不敢 你反對民主嗎 我跟你說 當你用中文這個字民主 到底先有中文的民主 還是英文的民主 但是中文會把你限制你的想法 而不是democracy這個字 democracy不是只有民主 不是人民當主 美國也沒有啊 美國是人民當主人 他還是經過代議制度 他選出參議員眾議員 代表他去行使一些責任 但是一旦交出去 他還能管嗎 不能管 他只有選票可以做這件事情 存在不是你 所以說都說好聽話 真正民主是什麼 你真的讓60萬人去決定前途 我跟你說民主如果是一個好的制度 那為什麼企業不用呢 各個企業啦 外面身材企業界 為什麼不用民主制度 下個月以後我們生產 由大家投票決定 這個月我們的董事長 由我們大家投票決定 我們今天放假放多少天 我們自己大家投票決定 這樣不行 完蛋了嘛 慶菜最近不是在打T4組嗎 我們教練 我們大家球員投票決定 還是粉絲團投票決定 啦啦隊投票決定 那不是這樣 哪些都完蛋了嘛 那國家怎麼可以運作得起來 那重新想喔 如果民主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 我現在就叫大家去反思這一次 如果民主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的話 為什麼一般的企業不用 然後比企業複雜幾萬倍的國家 居然用這個體制 你有沒有想過 民主制度如果是一個好的體制 為什麼企業界任何生意沒有人 在這樣子亂一個家公司 那為什麼比公司還複雜幾萬倍的 國家這種大機器 為什麼要用民主方式來決定 所以這個系統只是怎麼樣 獲取民意的一種方式嘛 它不是用來統治的方式嘛 你最後還是要一個統治嘛 統治不能民主啊 可是你獲取民意要民主啊 是這樣喔 這democracy這個字才會定義清楚 但是用中文就給你騙到亂七八糟 人民是主人喔 人民要做主喔 到最後那都不是人啊 就選出來那些人在做主啊 選出來議員在做主 法案是他們在通過 你們連看都看不到 預算也是他們在通過 你摸也摸不到 好處他在拿 也沒有人能可以拿到 對吧 下課再問 現在很清楚了嘛 所以這課程很好 換了位置 我們就換腦袋 換腦袋 透過我們的coding 讓我們有一個新的準備的概念 下一章 最後就是要管理這堆人嘛 人如果不管你一堆人 就亂七八糟 什麼事都做不了嘛 所以這叫做管理的一種藝術嘛 就用民主這種方式來管理嘛 來 而且 在所謂的民主機制裡面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做了錯 做了對最後沒有負責任的對象 在民主的機制裡面 沒有負責任的對象 大不了就下台嘛 你只要不怕犯法 大不了就下台嘛 這算什麼懲罰 沒有真正 hurt到這些行使權利的人 下一章我先不講這麼多 我現在看大家有點confused 好啦 講到這個 我們剛才說人民 今天很簡單 台灣民政委被執政了 然後你說人民最大 人民就給你反應說 為什麼他們做官方語言 為什麼是日語做官方語言 我們沒有的 你要聽嗎 你要不要聽 當然不行啊 我們現在是什麼政府 你聽人民的聲音他們就反對啊 因為他現在的人民是被交壞的人民 想說他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對不對 大部分人以為他是那人 那是流浪政府教育 體系下的人 我剛才說 他說我們是素人 他們是有經驗 他們經驗都建構 在這虛構的體制下的經驗 不能應用到我們這邊 就在這裡 包括他們的人民 被他們訓練出來的人民的思想 你如果聽他的聲音的話 台灣就完蛋了 對不對 因為他們怎麼知道 說台灣是王證人 他們怎麼知道自己是台日本 帝國的成民 他為什麼知道 他們怎麼知道做成民 就要說你這國的語言是正常的 他不會啊 大部分是資源回收人 他只管他自己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買東東啊 村里才沒辦法去管 他不會想到那麼高升 但是我們在座各位都不會這樣啊 以後是統治階級 那不是說較早的 你要去執行命令的人 你如果頭腦都不清楚 怎麼去執行命令 命令下來你會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樣 你頭腦要先改變 有沒有 在這裡面之前 再舉個例子 如果 像我們之前不是有一個 立法委員 不是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剛上任 做一件事 阿老伯都不能上揮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嗎 我們大家都要節約 實施節約 節能 結果一大堆花農 都倒走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不懂的 什麼叫做經濟的運作 什麼叫做經濟體制是怎麼運作 他不知道 他想說我 利民算出來 利民愛銷 我就說 升級 辦公室的溫度都往上調 你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做過調查說 辦公室或者賣場的溫度 往上提升一度到兩度 會不會減少購買的意願到多少程度 有沒有做這個調查 沒有啊 如果消費降低 整個市場沒有在運作的時候 是不是 受害更大 遠多過於你省的店 這個要想 所以你作為閣員 你做任何的政策去執行 簽依法動全身 你如果不知道 什麼叫做經濟 整個資本主義怎麼運作的話 你沒辦法做事情 你沒辦法下判斷 下正確的判斷做不到 所以我先跟你簡單的講一個 什麼叫capitalism 資本主義是怎麼運作 美國最怕人民幣做什麼 一個叫什麼 法台獨 另外一個叫什麼 走向共產主義 是不是 大家怎麼都 是 是 共產主義是什麼 我先了解什麼是資本主義 既然你不要走向共產主義 表示說 我們是在什麼 資本主義的陣營裡面做事情 那資本主義的整個philosophy 整個是怎麼運作 你要有先了解 所以簡單的講 對不對 現在 我都是不是按照很學理上講 但是大家會一下子就是抓到重點 早期 16世紀的時候 啟蒙時期 人類開始發現大自然 之前黑暗時期 大自然裡面 他們就去找出大自然有些什麼 做basic foundation research 基本的研究 就發現很多的 比如說發現蒸氣 在科學實驗室裡面 有蒸氣這回事 vapor 然後要變成什麼 用蒸氣就發明了技 technology 技術 用蒸氣來當內燃機 產生combustion 就運作 那這個機器可以用來做什麼 製造 本來一雙鞋一天做一雙 今晚用製造工廠製造一次可以幾千雙 所以大量的產品被製造出來以後 拿到市場上去銷售賣 就賺很多的錢 錢再回來 放在R&D裡面 再加 再製造新的產品 比如說過期我們手機很簡單 我想過期卡電位就好 哪有想到還有智慧型手機 這麼多功能 這就是不斷的R&D 產生新的產品 需求就被創造出來 那這個錢就賺出來 這個整個經濟就在運作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運作 他有力量 比如說 insight就是像R&D 你得到一些insight 看見 對這個自然界發現新的東西 然後呢 就給你power 有這個技術你就擁有了能力 那最後怎麼樣 給你reward 獎賞 就是你賺到錢 然後去消費 回來再加 所以整個經濟就在運作 怎麼要讓這個經濟的巨輪停止轉動 我應該有講給 怎麼讓經濟這個輪子 人類過去因為這個輪子一直在動 很多事情解決 第一個 ignorance was overcome 在這個運作過程中 大家需要知識 很多的無知的人慢慢就沒有了 因為教育一直普及 因為有錢就可以從事教育各方面 然後disease was cured 疾病就減少 過去一下是黑石病 歐洲死多少人 但是資本主義 有錢會拿來做research 研究 然後治療人類的病 所以現在病比以前 所以像平均說明 我們現在比以前高很多 歸到七八十歲 高十歲 滑跳跳的很多 還是很 這就是敗這個琐事 如果你沒有資本主義的這些錢 是不會去做這些research 不會來解決人的問題 再來 poverty was a step 就是慢慢就減少了 貧窮也 現在你只要願意傾走傾傾 都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不會有什麼餓死一件事 就資本主義一直在運作 還有什麼 慢慢你以後的戰爭 也慢慢改變形勢 還不可以用刀子 那已經不是這樣 斬首行動越來越精密 人類的社會 因為這資本主義的發展 當然有的人會說 你資本主義也是製造很多的污染 pollution 有沒有製造很多的廢料 比如說帶凹性這些 沒有錯 資本主義在運作的過程中 會產生很多負面的 但是你應該用更好的科技 來克服這個問題 而不是因為這樣子 整個人類的巨人 資本主義的巨人就停下來 如果停下來更慘 我跟你說更慘 所有人類大概回到黑暗時期 所以這裡已經在動的東西了 那共產主義就是反這個東西 吃肉就好啊 有些人要穿就好啊 對吧 他不會去考慮說 這麼多 variety 我要買一件 我要喝一個飲料 這麼幾百種讓我選 這共產主義沒有辦法 喝水就好啊 飯吃就好啊 我給人祈禱 十億人被我養保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反資本主義的一個系統 叫做共產主義啊 好啦我剛才講說 這個輪子怎麼讓它停止轉動 就是問題對不對 怎麼停止轉動 就是讓有錢人覺得生活空虛 窮人覺得生活很滿意 這就是共產主義啊 有錢人覺得生活空虛 散的人覺得生活還不錯 這個資本主義就不會運作了 為什麼有錢人不會努力去工作 窮人也不會努力啊 覺得都好色好色 有錢人就去念禁拜佛吃素啊 完了這個輪子就不動了 那怎麼讓這個動 有錢人覺得我還要更多 窮人覺得我要往上努力往上爬 這個才是讓資本主義在運作的方式啊 所以說到剛才那個行政院長 都要鼓勵大家生產啊 製造啊 消費啊 不斷的消費啊 不夠資源再找啊 這就是美國現在做的事情啊 過期台灣在這塊啦 只做製造業而已啦 村子都不知道 做做也不知道啊 突然人家不要了 突然就整個產業就垮掉了 那整個經濟又受影響很多 人叫你做什麼做什麼 到最後有人家比較貪心想往上走 開始做品牌 有沒有 有人做筆電做品牌 跑到歐洲去 大家都知道哪一家嘛 對不對 結果筆電整個市場已經結束掉了 你還做什麼 做品牌也沒做了 真正做遊戲規則是美國啦 你控制上面下面啊 你的製造生產污染好人啊 對吧 Marketing是他們大量在消費啊 例如R&D都是他們在做啊 你沒有製造這樣做啊 這就是他在台灣 你知道這整個的運作方式 你怎麼在這裡面生存 台灣而是一個量 一千幾萬的人 躲在這個桌子裡 那是要跟人家玩什麼 你是那個閣員 在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你在制定規則提供給上面的人 做參考的時候你要怎麼制定規則 你這個不知道怎麼制定 你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台灣好像可以做這個 可以做那個 不對吧 你這個大架構沒有出來之前 你說的計畫都沒效啦 黑幽子 是做假做虛工 你如果沒有這個basic 對整個經濟的運作的概念 憑什麼做閣員 怎麼提供建言給上面的主管 然後最後到上面 做成國家的政策 然後去執行 沒辦法嘛 好看我們現在的角色 還不是給你們這麼偉大的角色 不然你們這些素人馬上都 剃笑啊 怎麼可能啊 這麼難 對不對 好在不是這樣子 好看我們有grace period 我們慢慢的走這個 我們在學習過程 那很多的資源 support會進來 幫助大家慢慢走過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要準備 我們下一代下一代 下一代 可能三代四代 我們就這樣來準備 這樣是頭一代人出來 我們是第一代人出來 但是第一代人出來 雖然不用做那麼偉大的事情 但是你的頭腦要清楚 聰明知道誰才是你的boss 誰才是你要負責管理的對象 誰是你的同僚 同儕 怎麼大家一起幫忙 OK 大概講下一張 這個啊 為什麼講到這張圖 因為我們的統治者 或者是統治者 我們占領者是美國 你多少就要知道 美國這套是怎麼運作的 這個算3D來看 三度空間來看 這個面向 底層就是所謂的 建構整個美國法律的foundation 比如說Federalism Civil libert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 人權 這些是他們的基礎 那這整個就是一個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政府整個機制是在做什麼 後面的幾個 還有三權分立 左邊是Congress 右邊是Presidency 後面是司法 司法不管這個 他只是判斷說 你這有沒有違憲 你這個行為不對 司法是做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在講Criminal Law 我們在Federal Judges 然後 執行單位就是附屬於總統之下 總統在美國的系統 總統有很大的權力 他是一個所謂行政跟軍事 各方面也是command in chief 也是一個軍事的統治者 位置很大的 可是他跟Congress可以制衡 國會又是另外一股勢力 總統也是另外一個勢力 可是他們之間 美國的憲法故意製造 讓他們有互相矛盾 互相衝突的機會 讓他全力可以平衡 不會讓一個完全做大 之後我會講更多細節 然後這邊的話叫做Political Behaviors 剛才我們說的媒體就是這個 政治的黨派 或者媒體 或者interest group 第一團體都會進來 慢慢有這個架構 有這個概念 知道整個美國 他之所以今天的日子會變成這樣 有這些東西去架構起來 他們以前叫做Framer of Constitution 就是把美國的憲法整個建構起來 有考慮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美國憲法裡面是希望把權力分配開來 不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可是美國最近的發展 變成政黨政治起來了 政黨政治可以在國會裡面命令 他的議員做同樣一件事情 所以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當初設計是讓權力分散 讓每個議員都可以獨立運作 可是美國後來發覺這個是沒有效率 所以他們又做另外一件事情 把權力再抓在一起 變成政黨來決定要做什麼 所以你是在屬於這個區域的 跟這一塊的功能就是分開來 就很清楚 你就不會confuse 不會混淆 你媒體再怎麼管 管不到這邊 媒體再怎麼樣去參與 不像現在 媒體好像幾乎在下指導期 說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是走到我們的負責各個單位 部門的行政主管 就走到要死 走這個媒體 其實不用了 在美國系統裡面 你有你的comment system 來下一張我先不講那麼多 來 再下一個 好啦 講到government 我們現在管理 你現在台灣民政府 TCG就是要管理 管理在台灣人民 我們這一批被占領地的台灣人民 大日本帝國的成民 在被占領狀態底下的人民 還是要過日子 每一天就要過日子 你要怎麼管 管是要管去哪一個方向 是把他越灌越厚 還是越灌越貴 我們有方向的 我們不是沒有方向 不是只要satisfy這些民眾 也不是讓他得到幸福 然後就很快樂 快樂 happy after 然後都不管其他的事情 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要慢慢把這些 叫駕派去的人民 慢慢把刷刷刷到 大日本帝國的成民 不是 就比較像 他本來應該有的位子 以前叫派人家派人家派人家 現在就帶到回來 好好對頭給他 你們是第一批 我們是第一批 都是啊 我們頭一批知道我們的身份之後 我們就做 人家說什麼 名正言順 我們的名字 成名之後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要做什麼人 你如果成名是一個王子一尊 你要像一個王子的身份做事情 你的情查 你的公威 你的做事 都要像一個王子 像一個貴族 但是你如果是個難民的話 你就情查像難民 你吃的想法都來亂 就是難民 叫難民加出來 就是難民的款 這樣是因為大日本帝國 就是帝國成民的樣子要出來 所以我們把台灣人民對這裡 帶到那裡 我們是過渡時期裡面的執行者 這行駕 它是有方向性的 我們的政策執行是有方向性 不是隨你自己要走 讓人知道 Governing這個概念 其實很早 在蘇美文化的時候 後來在希臘 後來在 ancient India 羅馬帝國的時候 都有這個有趣的概念 一個叫做 雙議會制度 慢慢講 參眾議會 參眾議會 又有一個平衡的概念 參眾議院 你們都知道參議院的話 以前叫做貴族院 貴族 代表的是統治階級 好處的人 那裡 我們民進府沒有這個人 我先講 但是當初有參眾議院是這種區隔 眾議院就是 一般代表一般百姓的 叫做眾議院 參議院的資格比較嚴格 比如說你要幾歲醫生 有什麼社會經驗嗎 你那個在被選出來的那個任期 他長 你比較穩定 所以你不會那麼快 必須去反映社會上的事情 但是眾議院的話 眾議員的話就馬上反映一般的事情 但是一個國家政策不能隨時說 人民想什麼 我那種就回去了 所以有參議員來制衡 他年輕的眾議員 這中間有權力的平衡 也有所謂執行政策的平衡 這兩個人會考慮很多 當初他們 這就是貴族院和平民院的差別 這個東西一直行使到英國的 那後來美國 我現在要講的要講歷史 就會牽扯到 美國是所有今天的參眾議員 早期參眾議員也是由 州的立法員去選出來 到後來變成所有的百姓都選 他的性質就改變了 就比較像一般都是眾議員的感覺 過去不是這樣 他是在仿效英國 他是從英國獨立之外 他是從英國獨立之外 所以他對英國這套黑洞很扯 他不喜歡有三個皇帝 人民把他拉到最上面 但是他又不能真的把人民放到那個 所以他用了一套機制 來執行這個動作 好 下一個 這叫美國的不同的部門 慢慢我們去了解 中間是 Esecutive Branch President 左邊是立法 右邊是 Judical Branch 他有從最高 美國的最高法院 Code of Appear Cod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ax Core 這些下來 你看光是總統下面的部門 有多少個 跟我們有關的是這個 最多的 Department of State 對不對 負責外交 Department of State 國務院 對吧 每次國務院發言人 針對於什麼什麼問題 也有這個 這個不是 它裡面有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負責教育 Defense 我們的這些 內閣名單 跟那個組織架構 就是參考大日本帝國 也同時也參考 美國這系統 再把它弄出來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這不是定死的一個架構 我們隨時 要change 這個change 按照環境的不同 我們會做更改 會做改變 它不是一個僵化的東西 它是會change 先講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mmerce Department of Defense 這個我們沒有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Interior 內政部 勞工部 Labor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easury 然後Department of Veterans 就是那個 退伍軍人的 Affairs 的事情 Department of Housing Urban Division 就是房子跟那個 都市規劃 Urban Urban 他們叫什麼 翻譯 我不會翻譯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OK 健康部還是什麼東西 Department of Energy 能源部 知道中文的話就幫我翻譯一下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下一個 說到這 我們必須要再講另外一個東西 這是美國在寫憲法之前 他們在寫憲法之前的叫做前提 英文下這個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他下面講什麼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我們這些 美國的 這個 people 很有趣喔 美國的憲法一直改 當初講 We the people 是指誰 指一堆白人 然后Protestants是那个 他们叫做WASP Why Anglo-Saxon, Why Male 这些Protestants 是这些人 曾几何时 当初立美国宪法这些人 已经见到有黑人进来 女人那时候不能投票 现在美国的女人都可以投票 现在一切都改变 跟当初的宪法 所以美国宪法也是一直在改 它只有原则在不动而已 但是一直在改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形成命运的共同体 过去我们台湾没办法形成 为什么 这个土地上有两种人 不同的效忠对象 有中国人跟我们台湾国人 哪有可能形成命运共同体 对吧 不可能形成 但是我们现在形成 对不对 对不对 OK 然后establish公民正义 establish justice 过去没有 化于贵的 是不是 它当然不会 它当然是扣人家 它对你台湾人是一套 对他自己的人又是一套 这很有趣 美国在Funding Fathers 在写这些的时候 居然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 有一些体会 是不是很有趣 e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和平 当然他们各州之间有不同的conflicts 我们这没有 因为整个台湾这两千千几万人 不会有这个什么各州的问题 也不是从独立各州去建构一个 13州建立一个美丽兼合众国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上面有听 我们在制度跟它不一样 我们要deficient 就是要分出来这个不同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确保 ensure国内各州和平 provide提供群体的防卫 这个是美国提供的 我们跟他们的比较 我现在在做比较 promote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过去在中国 在我民国的系统里面有所有的偏远地区 对吧 你会觉得很好笑 台湾倒在那些 还有偏远地区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 美国有那么大的地方去管都没有偏远地区 他每一周都是设备都很好啊 跟我们说什么偏远地区才没管 没有耶 台湾才这么小 没多少都有偏远地区 看他资源都放在台北 中国习 对吧 跟我们偏远地区 台湾不应该有偏远地区 以前在建设台湾的时候 在几十年之内把全岛的环岛铁路都盖好 你去看我那时候台湾史演讲 台湾史解码里面 那里面日本在花莲台东 澎湖都有 议厅所还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都市规划都有 你像花莲你从空照图一看 整个都市规划 Hurban Design都出来了 每个会按照每个地区 它的特色产 特产跟人物来做规划当地的价值 那是这样 所以在台湾 很大时间有一个落后 台湾地区通地的殖民的所在 变成一个台湾地区的 非常很有力的一只手 大量的生产 自给自主不得了 还可以供应日本本土的需要 以后我们跟台湾地区 过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现在以后也是 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是要配合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最近是美日安保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日本开始恢复它的智慧权 这种就很清楚 台湾的角色就很清楚 他们都定义大人说好了 我们要配合 不是自己还要做 我们配合整个亚洲地区 政策嘛 好 过来 and secure the blessing of liberty to ourself and our posterity 跟我们的下一代 现在我们的下一代 是人的手头 自那人的手中 你把我这个命 是怎么改我的医言 你把我这个命 是怎么叫我们的 你哪受去 你上过台湾史解码课 是什么叫做种族屠杀 犹太人那时候在1951年的时候写了一个 下面最后一条是讲什么 第五条 他说把他的小孩子送给对方 敌人的媒体下接受他的教育 我们现在就是了 顶管那一台基隆台 我们这台基隆年代 后一台再送给他们去做教育 教出一堆中国思想立场的小孩子 这样对吗 所以我们没办法 在目前状态 我们没办法确保我们自身跟下一代的幸福啊 因为他受的中国式的教育啊 包括在我们现在站起来 我们不能让他们在那里面 我们的女儿还在受他们的思想教育吗 我们还把他送到那个里面去吗 你告诉我怎么不能改我的医言啊 我们还要回去讲那个支那的语言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回到大日本帝国使用的语言吗 英文是让我们可以国际化的语言 日文是让我们跟母国连接的语言 这是一定要行的事情 你还继续 就算你说后来也说你继续跟他们接连 没办法断根的话 你要想远一点 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来下一张 这就是在英国的上议院 要不然不会叫Upper House Lower House 上议院 下议院 就有上有下嘛 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子 来 特别好几百年了 下一张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nate 这个为什么有一个Senate 你知道吗 每周为什么有两个代表 当初在这个Madison成立这个系统的人 他想记得那个圣与主权说 记得吗 你们都有没有在念我们的那个法理 圣与主权 The Residue of Sovereignty 圣与主权 美国就是要保留各州的剩余主权 虽然有一个联邦政府 但是要保留每一州的剩余主权 所以成立了所谓的参议院 参议院的话 每周有两个代表 两个代表 我这说得有点轻 但是这就是当初他们建立所谓Federal Constitution 就是把不同州 每个州独立的 要不然不叫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每个州都有它的State Law State Constitution 他们自己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代表 但是白给出一部分 大家交换变成形成一个共同体 所以才有联邦的宪法 然后这个就是各州人数决定 就一般的 你整周各州人 所有的票数都这样子 好 这是美国的 来 下一个 这是日本议会 参议院 众议院 242名 480名 这又不是我们要回去的议会制度 我们要回去下一张 下一张 这个呢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号 大日本帝国宪法 正式向全体国民公布 这部宪法通过 仔细看 天皇向黑田基隆首相 亲手递交的方式发布 就是所谓的 清定宪法 所以这宪法不是人民自己制定出来的 其统治者天皇 相拼好告诉首相去执行 这个观念又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日本成为东亚首个 擁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 立宪君主制 上面是有人的 好 下一个 这个整个系统嘛 你看这个堂也能看 你看 现在天皇统治权终栏者 帝国议会有贵族院和众议院 选举透过人民 陆海军元老众臣 内阁国务院大臣 内阁总理大臣 这负责怎么照顾人民 这负责怎么回应人民的声音 给天皇知道吗 天皇要照顾他的百姓 那是不一样的想法 在美国是权力制衡 但是在大日本帝国 这是上面有一个人 要照顾他的背景 所形成的一个宪法 这要来照顾百姓 那种想法是不一样 跟大家都是平等的 然后来斗争 然后再设计一个机制来维持 不会有哪一个权力特别大 这种想法是不一样 那目的也是要听人民的声音 还在做好天皇 照顾百姓的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架构 来 下一张 我们从视觉架构以后再慢慢讲细节 那为什么不会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 要知道自己所恢复的角色自己的身份 重新调整心态 我们正式身份仍然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目前因为战败而处于被美军占领底下 无法效忠天皇的无国籍状态 再来不是有国籍 还是无国籍状态 我们的状态是这样 并非在正常中逐步正常化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正常化 Normalization 即使台湾澎湖 诸岛美国民政府下的议会制度也是什么 Sudo Congress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it is not 实际上你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议会 不是啦 但是Pretend to be 好像是在学习中 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像一个正式的情况走过去 是这样啦 所以叫Sudo 台湾民政府是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民事政府 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改变原先所属大日本帝国所设定的制度 你没有那组织去改啦 我们没有资格 你没有立场 要你全国同意之后 要美国同意哦 公文是要怎么做啊 也要跟兄弟商讨一下 不是台湾人自己说我要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很清楚了吧 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 下一个 这就是我过去说的 这些图可能后来没有来上我台湾史解码课的人 可能不知道 我们过去本来是部落形式 部落啦 台湾这些偷的也有很多部落 就后来有大杜王国 我们部落自己结果大杜一阵 并做大杜王国 再来西班牙和我们清国 对我们台湾做殖民的动作 我们过去已经四万年里的这个土地 我们是M174的后代 我们这些人种是很清楚的 高山做到平坡做两种人 不能说想自己说火轮位就变火轮人 不能说这种台湾人就变台湾人 你不能说客位你就变客人 不是的嘛 我们的母语老早就去用汉发起来 不去用满清发起来就没去 所以你说什么都不对 但是你现在说什么不对 日记跟姻记是对的 因为这符合我们现在政治上的立场跟身份 这样才对的 再来大日本帝国殖民地建构台湾主权 那时候建构这个大人都知道嘛 政府的高山主这边 然后建构整个整个台湾的主管 所以从现在开始有一个重要字要出来 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permanent in-one的改变 我们台湾人身份已经被定了 被定下来 由不得你去改了 已经是这样啦 永远的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你上面住的inhabitants 住的这上面土地人 这in-one的改变 后面台湾人说没有啊 现在不是中国人在管 我不是在说这种话 不好意思 这叫做暂时性的系统转换 temporary shift 那为什么有这个暂时性的转换 我说过 因为我们建签嘛 唯一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是什么 大日本帝国嘛 美国人给你建议了 最怕是什么 怕你还换 如果给你换 就要做什么动作 过去喔 小台前喔 会给你五马分尸耶 我们的高手做什么 砸头嘛 对吧 出臭嘛 赶快啊 我们的天皇也被什么 头也被砍下来了 怎么砍 不是真的砍 悬置 对吧 suspen 不给你发挥作用了 咧 我们的天皇咧 咧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被大切八块 台湾澎湖一块 北方四岛一块 阿日本一块 沖沖沖沖一块 去用土地水糕糕 那不是 他目的就是什么 让你这个不发生作用嘛 让你台日本帝国不发生作用 对他产生挑战嘛 但是呢 欸 世界上的局势变动得很快喔 些人知道 有一天迷到中国上了 阿美国 福嘉宅那时候没做太过头 阿老子还没 刚刚还把日本这个地方 倒都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从每日安保开始 一下子说 对吧 都把它接起来 接起来就发挥接起来的作用 阿我们是一个部分 接到回去 那你就好好怎么样 守本分嘛 你的那个角色是什么 演好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没想到很大的 我就要处理国际事务 没啦 回到这个系统里面 配合运作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台湾政府要做的事情 对吧 啊过去他们来 把我们通知用的问题是什么 媒体语言教育信誓宗教 这都要撕撕倒回去 要把我推回去 把它堵倒回去 恢复这个嘛 你来的忠告嘛 那是带着政治目的来的宗教 我们不懂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你如果跳过来 台湾民进府是一个世俗政府 secure government 我们church跟state 是分开来的 所以你的宗教自由保障 但是你要跨过来 要来影响政治 就不跟你客气了 就会处理 对不对 宗教自由保护 但是你要跨过来 玩政治 那不是你们宗教的部分 那我们叫secure government 是世俗政府 美国政府现在也是处理这样 姓氏也是 你的生 本来在台湾人家什么生 哪有什么性 鲤鱼姓呢 没有 那都从中国那里来的 他带着姓氏来 他是强势 过去我们台湾人生是什么 你阿公跟你爸爸跟你的名字 三个合作会 Peter John Rock 我儿子就是John Rockwater 就是这样 他接下去 三胎 过去没有姓氏 中国因为台来台去 有姓氏 贏的人生就做所有人的生 是这样啦 那台湾人去 最新的就叫贝座 原来他昨天四万人在这里 你去拜中国那种叫贝座 你知道吗 这台湾桥都回来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我跟我们爸爸 跟我们爸爸很熟悉 我本来就像这个 我总统说 我们慢慢就接受了 台湾人就是要慢慢要接受 我们慢慢慢慢要跟他说 跟他効効 说我们现在是都回来家 那我们恢复我们四万年来的传统 四万年前 没有人家做考古 你如果考古把那些都扭到回来 那会对我们的身份 不过更简单啦 科学证据啦 会抽出来 你就知道你这些人啊 这没人好好笑 没法做清菜讲的 这个很清楚的话 我们的共同体就形成了 过去我们没法做形成共同体 是因为大家都分歧嘛 结果咬到都回去了 我是客人 我是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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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都不是 都是 北国做到高山做的 后面都高山做的 都是一样的人 同样这些人 那我们就要为到我们的后代 所设计 在台湾本来是受保护的 我们有独特的特性在家 没有叫你说抹灭掉这个特性 不是说这没去 你说艾奴族在北方的北海道也是 他的特性 河竿河也有河竿河的特性 台湾有台湾特性 但是都是日本人 这样知道 这样比较清楚 比较简单 来下一张 过去这个 咬到都像资源回收人 对吧 有人说 我都拆在那里 那里 每天我就住地堡 开 开烊波基尼啊 我一只跪就好 为什么你要冲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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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你可以往前往后 往左往右 但是你都是奴隶 你的名字叫做奴隶 被占领者 所以你怎么上街抗议 百几万人 那时候 仗友人叫我看 我们这次 那有video 真的计算 上街抗议人 有150万人 我说 so what 马英九六百多万 你要拼到六百万人 你这什么草 你永远都是这个阶级的 人家够得傲 也是这个阶级 他是游戏规则制定者 他要把你通知 你够得傲 够得傭书 也是这些人 你如果要送给他教育 你没办法改 所以秘書长说 酒头一根放在那里 也可以做你总统 他做你的市長 同样 他是统治阶级 所以我们现在去把上面这个顾 说你就要去刷造 你只要叫战争法来管我们 不能让这些伏伏乱做 黑白来 跟我们的议员 叫我们去作兵 跟我们的国籍 都把我们改了 那叫做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让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现在都回来了 你主要要亲自占领 资源回收的人都 直接被占领 然后再四季 有机会 你会恢复成什么再说 然后下一个 这是美国的Congress 可以做的事情 印钞票 发行钞票 这些都要走 再看 下一个 Defense 跟我们没关系 Copyright 这些 Pattern 好 这个再下一个 那时候 他有五条预示文 这是让你们参考过去的 廣星会议 万机绝于公论 有什么制度 怎样人民的声音 下一个 立宪政体招书 让你们看有一个招书 除了这个制定法典 还有作为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范 议院法 会族院令 众议院 议院 议员 参计法 会计法等重要法令 要知道这段历史 慢慢补起来 来下一个 在这样的限制底下 现在我们还做什么 第一个 帮助大日本帝国 台湾本岛人 生存下去 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错 大家以错误的认同活着 清楚知道什么是 生存战争 生存战争 是什么 为了我们台湾这个土地 这些人 MG社后代 我们就要行准了 你要走对路 做好这个策略 透过立法配合监督行政部门 帮助台湾在废墟中 重建家园 知道什么是 日本帝国的建设 过去让你看那照片 就知道 以前大日本帝国 是怎么建设 跟这种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文化建设 制度建设 跟经济建设 文化也是在 侧头作为的改变 你在执行文化部门的 我们的内阁国员 什么样的文化 是你要去 支持出来的 绝对要分清楚 什么是支那文化 什么是我们应该有的文化 没人说明明是日本人 想过一个好像一个中国人 不是这样 还有制度建设 经济建设 这都过去了 但一个是称职的衔接角色 这处比 衔接 衔接的意思就不是permanent 你也是一个过渡时期 衔接的 台湾民政府是过渡性质的政府组织 但是发展方向却是清楚的 就在美军宣布台湾被占领状态 结束之后 将正式成为 正式治理台湾的政府 在受到安全的保护之内 建构一套可供未来 后进议员参考的议会制度 及文化出来 什么叫安全保护旗舰 大家都素人啊 会犯错 好够的 这段时间不怕你犯错 大概在调整 我第一次走 哪有狗人马上去那 那厚 你们大家都是不同的行业来的 我也是啊 我只是个画家呢 站在这里跟你说这个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还是短时间在补啊 在補啊 下死命去打了 我怎么突然知道这么多华里 还知道什么政治经济 都下死命去看啊 不然怎么办 我只是画家每天画画呢 所以 好在有一个安全保护旗 那大家这时候 就好好的装备自己 因为接下来就要接了 要接那时候 真的没时间给你们照顾 你们自己要心态对 自己去补充 养分到哪里去拿 架构有了 你自己去补充 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讲 什么叫capacity 能耐嘛 哎你们的 我跟你说 人生在世没多久啦 你们的历史定位已经揣了 你知道吗 有开心吗 人生的历史定位 人家以后来看你 这个人是什么人 台湾民政党的那个 台湾民政党的参众议员 台湾民政党的这个 你的历史定位已经定了 现在是看你怎么去守住 这个历史定位 没人有这机会 有的人听到走了啦 有的人也听也听不到啦 你们是有福气的一群人 算不说 神经病快把他抓来 收到 从你开始的下一代都是 位阶很高 算是贵族啦 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贵族 另外一个阶层的人嘛 最先知道也最先开始 involve 参与的这件事情 应该有这个proud 就是以前在英国的议会 一讲说House of Lord 站起来 站起来 所有穿那个袍子 就会站起来 那是有那个 地位很高的 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现在 海星人跟你说 繞繞的 就是希望 台湾人 这顶人可以站起来 过去既往 压得慘慘了 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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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敢有有一个人说 我特别去 穿出来 没有了 就来上課 就参与 参与的 没有耶 一点都没说 上天给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上 才会有今天这个 要珍惜 好不好 学会如何倾听人民的声音 你不要想我说 我会听人民的声音 没有 倾听 不要听话 学会怎么听 不是叫你不要听 要听 听的有方法要有智慧 下判断 这位是会听不听 这次会做不做 那是另外一套方法 你就要有一个什么 专业机制来听 所以那时候参中议员 后面都会有一个什么 智囊团 你要有自己的team 你不可能一下子 知道败那么多 不可能 所以你只要做政治判断 剩下就交给专业 你再倾你group出来 你不是一个人 就像美国议会 我待会给你们看 来我们先看美国议会 最后那个图表 最后有一个table 最最后到最后 走到最后 来台声帮我走到很后面 他不能动是吧 走到最后一页 最后两页 哎 他是 对 对 你看 参中议员不是个人 而是一个专业团队 才可以注意 你看他里面 每一个参中议员有像 WD Chief of Staff 他的立法director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他每个人发的薪水都有在这边 Average House Annual Salary Senate 参议员 中议员 他付的薪水是这么多 这有更高 参议员更高 中议员更高 Average House Annual Salary 平均的薪水是多少 House Staff Average Title 有Title的有多少个人 这个标识他们是什么 是组织专业团队 美国那么大 没有材料 你每个法案你都没了 一定要有人替你研究 像助理 同样 结果 中央美国这一段会 都是要挖这个 他想说这样就可以跟美国 討論 他就是在地合法化 没有了 我们这才是真的要做的 下一张 他的下一张 另外一个Table 继续看下去 刚才只是一个 还有Office Manager Schedule 光定你的行程表 就有一个人 刚才每天帮你安排 你去哪里去探访 就Schedule Computer System Manager 那电脑也是要有 说到电脑 这又是另外一个处理 以前民主制度 先讲 以前的民主制度 是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所建构起来的制度 但是 现在人民的声音 通过网路就可以知道 怎么说 美国人在推民主制度 推到中国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中国人给它变一段 为什么 他利用前置人民思想的方法 听到人民的声音 很奇怪 你又听了一次 他们利用前置人民的思想的方法 听到人民的声音 然后政策做改变 所以 你如果叫中国人去做民意调查 对现在共产党的统治 满意度高不高 我敢保证 比美国人还高 为什么 他是集权 但是 中国现在修改一种方式 就是利用网 暖路控制的方法 你如果要开始翻 我就想要你翻什么 我先把你按掉 把你这事情解决掉 所以表面上 感觉上 我的生活改善了 我跟过期的大锅饭 现在不一样 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政府是很欢迎 很支持的 中国用这个民气可用 用这个就是四个来 继续执行他的民族主义 你知道这个奥妙吗 美国人大概是对政府支持度最低的国家 没有一个人要插在这个政府 还有一天有点危险 危险到没来 可是美国是享受这个制度的人 所以民意调查 没法打扣 你不可以相信那个数字 报纸上每次都讲说 安倍现在的民意已经掉到四十几% 你把其他国家拿来搜集一下 他算相当的高 所以媒体里面要操作的目的是另外一个 所以以后 不是只有民主制度可以听到人民的声音 还有什么可以听到人民的声音 Internet 网络 社群 每一个人的回应 我可以用电脑大量的去搜集这些资讯做整理 而且过去还用统计数字来获得Data资料统计 就是用统计方式抽样 然后预测这个族群 我跟你说 新的时代不能这样 我每一个族群的声音都给你搜集到 不需要再去预测 不用predict 我可以算到每一个人的资料 就未来 很快 现在人家已经在做了 不是我们就要被Data资料 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状况 跟过去 美国宪法200年前设立的时候不太一样 因为那时候 那么多人是要听到那么多人的声音 听不到嘛 所以透过这种代义制 由人民去选票选取 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系统推掉 是加强这个系统 by 透过什么方法 透过网路上收集资料 来减少人民的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弱势团体可以听得到 可以完全听到每一个人的声音 到这种地步 现在科技进来用 以后我们民进府也是 电脑是我们很主要要使用的东西 我们会做的比那些大国有效率 那人没坐 这电脑 我们几台电脑就已经可以涵盖 全台湾每一个人 你每天的生活的需要 都给你算得准准准 定得准准准 会让你过得很好 当然隔园每一个人都要对电脑要很熟悉 要知道去怎么得到information 怎么样来manage 處理你的process你的data 怎么得到这个conclusion 怎么样去share information 跟其他的组员 哪里你们这个前后上下的关系 这慢慢都会定义好 你就演好你那个角色 这个是最近的challenge 这个当初我们设计所的民主制度 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未来性的改变 先跟大家讲 大家心里有准备 因为隔园也要update 隔园应该就是跟议员又不一样 隔园你有专业 你专业里面就要增加你的电脑知识 当做你的工具 让你的专业更affective 更有效率 更到位 更到的那个店 好 回到刚刚我结束那个议业 可以吗 好 这权力 这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宣布的时候 直接的手稿 看得清楚 天皇的玉玺 签名的有什么 内阁总理大臣伯爵 这是有title的伯爵 伊藤伯爵 对吧 黑田其农伊藤伯爵 外务大臣 海军大臣 农业 农商务大臣 司法大臣 好 下一个 他讲到什么复合制 再下一张好了 复合制是针对Vigo 他们是不同的权力交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是复合制 不是单一制 复合制 所以美国是实际上建立联邦制的国家 第一个 另外还有澳大利亚 德国 印度 巴西 墨西哥 下一个 议会制又称为内阁制 是民主制度的一种 特点是政府首脑的支持 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 有这个有这个 这过去我告诉你 你如果支持度低 你就要下台 就是我们在日本看到 这个 你可以提出不信任的案 那就要露台 不信任的案就要露台 下一个 医院内阁制 来 下一个 参与院众议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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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 来给不信任决议 讲到这个 你参议院跟众议院的权力 先不讲这个 下一个 再下一个 我现在时间不够 再走 我们讲到这个check and balance 这个check and balance 这个check and balance 概念很重要 第一个 美国在制定这宪法的时候 我们也是同样 拿来参考 为什么 人不是姓人 美国人看人是看得很实际的 他认为人是好跟坏 都有 好的坏的都有 好的是什么 cap of reason 会自己会理 合理化很多事情 reasoning 理性 推论 人有这个能力 还有什么self-discipline 自己会 训练自己去达到某一个目的 人有这个好的部分 那还有什么好的部分 fairness 公平 公平 公平这种概念不用改 自小的你怎么就知道 你把东西拿走他就好 就要用 要插 这就是公平 你够给他就高兴 这个就是公平的概念 公平是每个人都有 不用改 人有好的地方是这样的 希望事情做到公平 坏的地方是什么 容易受影响 很容易受什么影响 情绪 你的情绪也影响的你的 这都考虑 然后intolerance 无法忍受跟你不一样的人 无法忍受能力 一定是这样子 这是人的天性 还有一个gree 贪婪 我只读200万美金 你要走 马上你就下去了 200万美金吗 没有 我这边给你吃20亿 我叫他200万美金 算什么 但是你会走 所以美国的宪法制定者 你们就考虑知道 他说 这句话很好 Madison说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ill be necessary 如果人是天使的话 不需要政府 你自己就要管自己了 如果人是天使的话 人哪是天使 就不用人管了 如果呢 Angels were to govern 如果天使来管理的话 也不需要内部跟外部的 什么东西 control 就不用控制 如果这里面 这个政府的内阁里面 每个都是天使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什么 外部控制 里面控管 不用了 每个都体验 体验都 又单纯又忠贞 那这种也在走 结果不是 所以呢 他在framing the government 就是在建构政府的时候 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首先 要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the government 先让政府能够统治 被统治的人民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让这个政府自己管自己 难喔 这就难喔 很困难就是困难在这里喔 第一个让 我们这些人 可以去通知 台湾人 大家要听你的吗 就要先让你可以去管他们 第二个 你自己来管自己 你自己就要管自己 那用这个什么方法 check and balance 我们不会相信你是天使 所以我们一定用不同的制度 让你去得到平衡 去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 你知道喔 来下一个 这就是这样 美国的不同的东西 总统可以否决国会法案 提名联邦法官 兩個喔 最高法院可以决定总统或国会法案 有没有违宪 然后国会可以弹劾总统跟联邦法官 这互相一个一个扣一 互相牵制喔 来下一个 讲到check and balance 我们就说的全力 我跟你说 再下一张 我讲到那个 美国怎么设计日本的那个 我跟你说 一阵My class 占领日本一阵 本来日本有上参议院 众议院对吧 他要改变一阵 原因是什么 因为参议院还是代表贵族 贵族会支持以前的天皇的系统 他要破坏 所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一般人民选出来 所以他在那就是 美国 权力斗争的美国 那我们属于政府人员 我们要对于权力这个事情要敏感 我们过去没有敏感 我们不知道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这些人做了什么动作 你看不出他的政治意图 但是你现在开始就有了 这些人说的话 他代表什么样的政治意图 因为你现在是政治人物啊 你不是一般百姓耶 你对政治事情要有政治的敏感度 去下判断耶 政治的敏感度包括什么 设定议题 set agenda 设定议题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那时候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什么 俘虏营 集中营 俘虏营是关 集中营是关犹太人 俘虏营是关什么 在盟军的人 结果盟军里面 吃好 请好 为什么要符合日内瓦 对战俘的公约 一天吃三餐 再加一个宵夜 结果 德国人没带来吃 所以就很多人 很爱在那里面做工作 做工作之后 要把头部的东西揣 所以你那德国政府 派很多兵在外面顾 你每个人要对他里面揣 我就在检查你的地儿 打开 有没有东西 没有下一个 打开 下一个 在那里这样检查 结果里面有一个人 到外面那位兵 是同样做一个大案 这外兵就给你那里面 说 你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你做小案就开始头部的问题了 哪有可能我每一天把你检查 你的帘子里面都空空的 到底他在做什么 他在说 你不能跟别人说 我说我不跟别人说 你跟我说 我头部的就是那帘子 我偷的就是带子 为什么 带子一个一家多少 我不是在说现在的塑胶袋 我现在跟你说帆布袋 行军用帆布袋 今天一家一千块两千块 一国的三十粒 看多少 三万块六万块 那拿钱还要去吃的 很简单 你知道那意思吗 你本来一天检查 他没有把你检查 一台那时候是空手 出去是拿的 他没有这样检查 他只要检查出去而已 如果检查底下里面 他没有觉得 底下是不是你的 他只要看 英文也检查不出来 为什么检查不出来 因为议题已经被人家设定 议题为什么设定 因为长官设定 长官跟你设定议题 你永远看不到 事情发生了 举个例子 台湾人一天要投票 这次民进党贏 那次什么党贏 谁人动算 欢迎到看电视 主要投资 每一天很紧张 大家的结果这局都会拐招 人当那个选拈 跟台湾人拿成 台湾人不知道 下视频去转票去看 看新闻到达 那对我刚才讲 你在 Towards裹带子里面 因为上面设定 你如果是政治人物 你就要有政治敏感度 去看 qualité 你是用既方算起还是没既方算起 那就是政治敏感度 记者给你问问题 他就是要给你设局 你刚刚看到记者要问什么 给他回答正确的回答给他 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就要去认 每一天就要看报纸 就要去了解这些政治现况 有这个架构之后 去补充你所有个人的资料 这就是议题设定 你可以把议题也设定过来你的地方 你跟别人平时也是同样 他就用国民党里面那图跟你说嘛 所以你就要把他挥来 你民进台湾民主府这图来说嘛 你在对方 民主党不是讲吗 你在对方的中去打你当然也输 你挥来的法理这一块嘛 我们只讲法理嘛 你如果说权力 你民进我们在斗争都在手管理 很简单嘛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法理嘛 他不懂得法理的语惠的人进来都听不懂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说是说法理嘛 你真的要把民进府打动很简单嘛 用法理嘛 所以你在台下听也要听我们讲员 你说的是不是在说法理嘛 你说的法理是对不对 对的法理嘛 你里面有把你搶什么东西进去嘛 有把他挖去保抑去嘛 你要这个英文叫做Disturment 就是分辨事情对错的能力嘛 我说一句比简单的 我说的得简单 我叫你去分辨钞票真假 你如果没有看过真的钞票 你怎么知道这个钞票是假的 没有办法嘛 钞票怎么说够到你看就知道 那也太难了 钞票一定是99.5% 很像 它一点点不像 你才会被骗掉 你知道美国是怎么教人去认出假钞 给他真的钞 你每天就去看真的钞票 看到假的 这不对 这样了解 怎么训练自己 就是每天去看法理 把它弄清楚 真的法理弄清楚 就不会叫人带来带去 你每天要花时间在看真的法理 假的一出来 你就听出来 民主党说 许天才说 现在里面有很多民进董 国民董 我说都不用怕 为什么 他如果出在奇怪的声音就听出来 对不对 你最好不要出声 你如果开始说不对 我们当时每个人法理清楚 都会指证 你说话怪怪的 对不对 就马上指出来 他就不敢乱讲 所以知道真法理清楚 就不会外刷太离谱了 就花时间来看这个 这是装备的另一个部分 下一个 好的格言 所有于我们大日本帝国成名 战败者在主要占领全国底下 被占领的身份不符合的一律除掉 就是跟我们的身份没错的 我们就要想办法 不要说到最后 不是一律除掉 我们就要慢慢知道说 这不是我们不符合我们身份的 讲的话 不符合我们讲的话 比如说你对天皇不敬这种话 这不符合我们的格言讲的话 中国人很爱跟你们照他大日本帝国 你不能跟他们这样讲 你的身份不一样 哪有人马里的别人 你说对对对 没这样 你现在身份已经改掉了 所以你说的话要符合你的身份 我刚才讲说 守本分的 不守本分的就变魔鬼了 守你的本分 你的位阶什么 你的本分是什么 第二个符合我们大日本帝国成名身份的 一律吸收 隔功礼物有什么不对 符合我们身份的 叫你这样穿衣服有什么不对 符合我们身份 我们以后下半段就是这样子 你当格言在看法案的时候 那符不符合我们 他的教育内容 他用的课本 里面的立场 是不是符合我们大日本帝国身份 不符合 拿走 符合接受 我说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电视节目来送审 你是里面审核的 你就看到内容 对不对 媒体里面的节目内容 是不是在污蔑我们大日本帝国 对日本有什么不好的态度 你就是在审核 你是负责的人 你要管思想 下判断 做正确的判断 你去美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当然有言论自由 但是你以个格言身份 我们做的事情还没关系 第三个 采用有利于台湾下一代 大日本帝国层民的方案 从恢复战败点开始 接续传承大日本帝国在台的政策 接受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对台的计划 并执行 TCG有持续性 也有变化性会调整 持续性就是什么 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我们会持续走下去 现在已经一个很好的开始 一步一步要走到 再往前走 有持续性 但是有变化性 在大架构不变化底下 大架构不改的底下 我们有它的变化性 我要大家说到这 来下一张 我下一张还有东西吗 这个台湾我后来放 这是议题的设定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先不讲这个 我最近有一个 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当我在讲法理论述的时候 台湾人有几个反应 我帮助你们怎么去判断 这两个什么 就是你说一个法理 正常的台湾人 正常的台湾人 我现在说我正常的 你听到法理的一个反应 叫什么 很欢喜 有那种事情 台湾人突然这样 突然起来 那你希望知道更多 我比如说 你在网路上跟人家论战的时候 可是对方 如果开始用麻的 那有麻的 那不可能 你就要怀疑他是谁 因为正常的反应应该这样子 不正常反应就是给你攻击 给你污蔑 那就是他的立场已经站出来了 他会采取这个立场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就是 你根本能被denay你这个系统 因为你这个系统出来对他有威胁 会产生威胁他才会攻击 你对他不产生威胁他会不会攻击你 所以如果一个正常有理性的知那人 就算他是知那人 他应该说 这很有趣 我想了解更多 请跟我讲更多 教理说是这样 不会有情绪上的反应 知道吗 如果有情绪上的反应 一定表示他的立场已经站了 他才会受气 不然你正常人哪会受气 有什么好受气的 你过去如果没有把台湾人破坏的话 哪有可能会受气 那叫建设等受气 既然抓到既然撞到受气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完全相信过去的系统 所以你要慢慢给他分类 我时间在要搞 那这个是实际上我们接下去会面对到 很蛮实用的几个项目 我今天说到这里 OK 我们下个 我们感谢